现在呢是情绪右脑的感性部分 轮到四号人格了 一号人格是理性中的理性 四号人格是感性中的感性 听起来好像跟一号人格是完全相反的人格 现在一样请Hangel来为我们说明 四号人格他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 他会怎么思考 来Hangel 四号人格是最具有世界观的人格 作者吉也认为四号人格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 这个意识可以跟其他的生命体交流 和宇宙中所有意识共存 四号人格同时拥有实体经验与灵性的部分 关于灵性的部分 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许可以借由自己的信仰系统来理解这一块 或者透过冥想瑜伽等方式来体验四号人格 当四号人格扩展到你的意识中 会让你觉得不再受框架束缚 被爱包围 能完全的处在当下 用幽默感恩喜悦的心情 面对所有的一切 就算是在未知的环境下也能觉得自在 在四号人格眼里没有一文不值的现象存在 他不会批判只会认真的看待与包容 四号人格相信自己与宇宙是有所连结的 能量是共振的 所以他很能包容的爱别人 也相信自己值得被爱 你的需要宇宙会回应你 而四号人格主导的人 思考或做事的所呈现的风格 大家可以试着从圣言法师 正言法师 心云法师等等 许多令人尊敬的大师身上感受一恶 现在立刻请Arene为我们说明 四号人格在职场上 她会怎么样思考 怎么样对外界的事物来做出反应 Arene 四号人格堪称企业这艘大船上的锚 他们是以系统化思考 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会发生那种情况 接着就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应付那种情况 才能创造品 四号人格可以同时处理很多细节 不会因为恐惧而贪婉 也不会因为任务复杂而无所自从 他们会将各部分视为不同的整体 他们的强项与洞察在整合不同的整体 依循系统逐步推动 因此四号人格是任意企业组织的 β版测试人员 在不知道这种案子能否成功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构想和某位四号人格做讨论 他们会视觉化呈现这个专案 告诉我们说 好啊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或不行啊 这样子做不会成功 因为二号人格到四号人格 都有牵涉到情绪的部分 那我现在就要先请Angel为我们说明 左脑的情绪跟右脑的情绪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来Angel 二号人格与三号人格同样是掌管情绪的人格 也同样接收脑干组织传来的第一手资讯 当他们接收到资讯时 彼此之间是会互相沟通 会先思考筛选修改调整校正 然后才会上传给一号及四号人格 但是他们在处理资讯的方式 跟注重的价值点不同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情绪反应也会不一样 以面对威胁来看 二号人格在意的是是否安全的感觉 所以他接收到资讯时 会快速的与过去的经验比对 过去不舒服的经验或创伤 当下的不安全感 或担心未来某个时刻会发生的事 都可能触发他的焦虑情绪 而三号人格关心的是当下是否安全 所以他倾向依据此时此地此刻正在发生的资讯 来评估当下是否有受到威胁 举个例子来看 有一只狗在公园里正吃牙猎嘴的狂叫 二号人格会先把这个刺激 与过去的威胁经验做比较 经验可能是来自于小时候被狗追 或者是曾经看到有人被狗咬的气场画面 或者是想象自己被咬的样子 然后他会立刻发出危险警报 要你立刻远离那个地方 而三号人格会观察当下的状况 感觉这只狗离我好像有点距离 主人有牵绳而且正在安抚狗狗 但是主人有好像有点拉不住激动的狗 评估虽然立即的威胁不大 但还是要赶紧离开 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 二号人格可能会生气大骂 只能怒狗的人 或者是说出 主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狗 为什么还带来公园 咬到人怎么办之类的话 好抒发他刚刚害怕的情绪 而三号人格则会庆幸 主人最后有安抚好狗狗 没有人被咬 并且笑嘻嘻的跟旁边人说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是左脑的情绪 跟右脑的情绪不一样的地方 这就是左脑的情绪不一样的地方